有夢最美,這裏是滷洲的希望城市 今天早上 就來這邊吃個漢堡 陪陪鄧麗君 鄧麗君他的塑像 在那邊 他塑像在那邊 所以 人生嘛 死的就是塑像 塑像擺那邊,標課在那邊 昨天 我們的李敖大師 也死了啊 所以 留下來就是一些 他的話語 以前的話就是 文人的話就是 留下什麼 他的文章跟他的書 然後來警惕 後代的子孫 人生應該怎麼做 那李敖呢 他很成功的 利用了媒體 錄影 把他的聲音 還有他的想法 全部就 錄影在錄影裡面 讓我們知道 錄影 他是把聲音 這種東西 這種聲音 錄在我們的這個 媒體上 尤其是 YouTube 錄上去以後 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 李敖的真言 李敖的話語 他所帶給 我們 未來 所有的 世界上的 每一個人 尤其是 中國人 所帶來的改變 應該是 很大的 李敖先生 李敖大哥 李敖大哥 李敖大師 李敖老師 我們 大家 還是會想念你的 皮特詹在 如舟希望之城 報道